曾担任驻日代表的 前總統府資政徐水德 今天接受日本天皇 頒授最高榮譽的 蓄日大受章 失誤會獲贈勳章的外國人中 徐水德是台灣的第一人 徐水德說很榮幸 未來對於台日的關係 也會繼續推動下去 披上背帶 別上徽章 前總統府資政徐水德 獲得天皇頒授最高榮譽的 蓄日大受章 我們台灣我是第一個 非常榮幸 十五位受勳外國人中 徐水德是台灣第一人 真的很驕傲 84歲的徐水德 畢業於台師大 擔任內政部長 駐日代表等要職 在台日關係上 扮演重要角色 喜歡不喜歡日本 但是跟我們的關係 不能斷掉 合走兩立 分走兩害 對台日貢獻不遺餘力 徐水德功勞不藏私 特別邀請前總統李登輝 出席典禮 平安的民主化的實現 大股貢獻的貢獻 存在的存在 這裡請大家 分享給大家 施光榮也是責任 這位台灣之光 未來對台日關係 會繼續奉獻下去 東森財英新聞綜合報導 有用著 方采引 政樁